9号古文明遗迹 目前一切正常 推算下次开启时间时 9号古文明遗迹 警报 是 是通报开启了 是 难道是 进来 是 什么事 观众 国风出来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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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凤 小凤是你吗 是我 爸 小凤 小凤你没死 爸 你太好了 对不起 我是被困在一个地方刚刚才出来 我现在南美这边 再过几个小时就能到家了 好 好 别急 你的事情更重要 爸 你还好吗 罗宏阁先生 您不要激动 还好 家里都还好 你回来 一切都好 我很快回来 爸 我联系到老欧罗巴那边最先进的医疗机构 他们可以 你 哥 你 我 你 你 有 会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给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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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你 李奥先生 任务失败了 罗华的准备太周全了 废物 怎么了 是罗峰 罗峰回来了 他从九号古文明一记里出来了 一号 过来接我 那是 是管主的洪荒极致的战机 管主 罗峰 你拥有翻译软件 怎么在九号古文明一记内 待了一年零三个月 是不是 你发现这九号古文明一记的一些奥秘了 极限物管和管主待我不保 九号古文明一记 除了远魔性的秘密不能透露 其他的 不能隐瞒 我是因为脑欲扩度比较高 所以触动了一个特殊的死亡任务 死亡任务 奖励应该跟其他战神有区别吧 有区别的 我不但得到了一套黑身套装 还得到了一套精神念识的修炼方法 可惜管主是武者 不是精神念识 而且是武道境界极高的武者 是绝不可能再浪费时间修炼精神念力的 这套遁天秘笈 就算我有心献给管主 对它也没有太大意义 罗峰果然没说出余计内的事 主人 已经五万年了 已经五万年联系不到你了 关主 这是我在遗迹内获得的黑身套装 好 罗峰 快回家看望家人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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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как 我好 anxious 好 好 好 Stay 好 � curs 公聚成人